让去安静下来, 欠舊而伤感地望着姥爷姥姥。 母亲说,到底去不去? 姥爷说,有吃的为什么不去? 姥姥说,说走都走了, 想了怎么办? 母亲说,娃娃们也会想你。 姥姥叹口气,吃饭吧。 我们把有面的拌汤倒进无面的蛮精汤里, 搅匀后一人响亮地喝了一碗。 第二天一早,姥爷就送才让去了保育院。 保育院有早饭,不能耽误了。 这时才让去保育院的最后一个星期, 却没有坚持到底,他病了。 病来得有点莫名其妙, 上午还活蹦乱跳的, 到了中午就唐刀起不来了。 保育院的大副量了下体温, 发烧39摄氏度,赶紧送到医院, 同时也通知了在医院上班的母亲。 挺着大肚子的母亲感到急诊室时, 才让已经昏迷, 大副和护士正在挂掉瓶。 大副说病因还没查清楚, 先退着烧吧。 才让的高烧持续了四天, 母亲和老爷轮换着手了四天, 他们最担心的是把才让烧迷糊, 又烧成哑巴笼子。 第五天,才让醒了, 母亲叫他, 听他实实在在答应了一声, 这才放下心来。 才让的病最初诊断为腥红热, 正要隔离, 又说不是, 是脑毛炎。 几天后又把脑毛炎排除了, 按照肺炎治疗, 却还是不见好, 高烧虽然退了, 低烧却持续不断。 母亲说, 我们院长开回去了, 等他回来再让他看看。 老爷说, 还是我带他去脏医院吧。 自从脑医院的老脑医扎针给药, 才让不再聋哑之后, 老爷对脑医院格外敬心。 母亲说, 再等等。 他是外科大夫, 对才让这种病因不明无法手术的病, 一筹莫展, 只能继续观察。 才让却说, 阿妈, 我要去保育院。 他知道保育院搬迁的日子就要到了。 母亲说, 不行, 有发起高烧怎么办? 能昏迷的病可不是小病。 才让眼睛湿漉漉的, 扑闪扑闪望着母亲。 母亲说, 听话, 财长, 当病好了, 我让你阿爸接你回去。 财长说, 老爷, 你把我的葬刀给我拿来。 那些日子, 我天天去医院, 陪伴着财长, 最后一次去医院时, 财长把小藏刀送给了我, 说这是吃肉的筷子。 从此, 我有了一把藏刀, 刀鞘是镶嵌了彩色宝石的, 刀饼是白银的, 还坠着一条牛皮绳的辫子。 我想我也应该送给财长养东西, 便从口袋里摸出我珍藏了很久的, 备手指摸的明光闪亮的一分钱, 郑重其事地塞到了他手里。 我恋恋不舍地带到傍晚, 老爷说, 走吧, 姥姥还在家等你呢, 回去得早点睡, 明天一大早就要上路。 郑说着, 穿着白大褂的母亲来了, 她晚上值夜班, 明天来不及送我, 要我把一封写给父亲的信带上。 离开病房时, 我想我会哭, 但是没有, 才让也没有。 她后来说, 她从来就没想过会和我长长久久地分开。 日嘎跑回来报信的那天, 父亲正在上课, 他听到马蹄在鸡血中沙沙沙地响, 听到连续几声嘶鸣, 就像撕裂云雾的雷声, 急切耳惊恐。 他丢下手里的课本跑了出去, 差一点撞到日嘎身上。 日嘎跑到门口才停下来, 鼓起鼻孔, 呼呼地把白气喷吐到父亲脸上。 父亲说, 怎么了你, 这么邋遢, 他的马肚带松弛了, 鞍肩歪斜在一侧, 眼看就要掉下来, 结实的牛帽缰绳拖在地上, 已经断了, 脚子被舌头强行顶起来, 两边磨烂的嘴角上涂满了血迹。 学生们也跑出来看, 父亲说, 不好, 出事了。 扶起鞍肩, 系紧马肚带, 骑上去才意识到, 自己穿得太少了。 洛洛, 去把我的皮打衣拿来。 洛洛拿来后他又说, 你和殃精管好大家, 下雪天狼多, 放母和杯水多去几个人, 不要忘了带上梅朵红, 然后打马而去。 父亲先去了脚巴家, 雪似乎要停了, 桑杰正准备出目, 一听父亲的通报, 便说, 阿须, 这怎么得了? 俺妈呢巴咪哟。 冲进帐房, 抱出安间, 跑向了不远处的马, 又喊着, 你马, 你马, 你马答应着, 从另一顶帐房钻了出来, 桑杰说, 带些食物的要力。 你马又回去, 拎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羊皮口袋, 三个男人骑马跑向了茫茫雪野, 雪小了, 渐渐不下了, 风收敛了许多, 日嘎的原路返回, 准确到能看见他来时, 踩出的深深的踢坑, 但很快踢坑就不见了, 一只向上的路, 也是一只向峰的路, 峰力的突然增大, 让雪又开始在空中弥漫, 不是从云朵上飞来, 而是从更高的地方, 甚至雪山的峰巅飞来, 不是雪花的飘舞, 而是雪粉的阳洒, 父亲松松地将半截江绳缠在手腕上, 人由日嘎选择行走的路线, 日嘎走停停, 先是走多停少, 后是停多走少, 他在极力排除风雪的干扰, 靠着非同寻常的嗅觉, 辨识着脚巴的味道, 那种丝丝飘来, 若断四连的汗水加苏油的味道, 桑杰和尼玛跟在后面, 有些疑惑, 日嘎不会胡走乱闯吧, 可他们也知道, 这种时候只能靠日嘎, 他是唯一的向导, 不信也得信, 他们日行夜宿, 在雪窝子里做梦, 就着冷雪吞咽风干肉, 三天后来到一座悬崖边上, 日嘎不走了, 前蹄不停地在雪地上捣动着, 像是说,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他们待望着悬崖下面的深谷, 站了一会儿, 又寻步而下, 走了整整一天, 才绕过悬崖, 走进幽深的谷底, 风把山上风营的腹雪挂向了谷底, 积雪后地让他们绝望, 就算脚巴摔不死, 也会埋紧蓬松的雪壤, 窒息而死, 他们艰难地走来走去, 不时地用手刨挖那些龙起的雪包, 桑杰和尼玛一声比一声, 恳切地念着祈福真言, 父亲则在大声喊叫, 脚巴啦, 脚巴啦, 他觉得脚巴是庆多草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无论遇到什么, 都应该挺身而立, 突然喊声换来了一阵扑愣愣的声音, 两只突就惊飞而起, 他们愣了一下, 互相拉扯着, 朝突就刚才停留的地方走去, 脚巴出现了, 身后拖着一道长长的爬行痕迹, 不知他从什么地方爬来, 爬到这里就停下了, 这里是一个圆形的洼地, 洼地里没有雪, 有的是蒸腾的白雾和一笛五颜六色的石头, 还有兴不齐步的泉水, 泉水是热的, 石头也是热的, 像个大暖炕, 脚巴啦, 脚巴啦, 阿巴啦, 阿巴啦, 他们喊着, 摇晃着, 父亲把脸贴上去, 听了听他的心跳, 感觉了一下他的呼吸, 抬头望着盘旋的秃鹫, 不相信地说, 我没有搞错吧, 是他的心跳, 还是我的心跳, 日嘎跑回学校, 就算没走弯路, 也得两天, 他们到达这里用了四天, 至少六天过去了, 脚巴居然还活着, 他腿上糊满了血, 正在昏迷, 是饿的, 还是失血过多, 桑杰从胸兜里摸出自己的木碗, 咬了温泉水, 又把几块风干肉, 用石头碾碎, 放到碗里, 给脚巴灌了下去, 父亲脱掉皮打衣, 脱下衬衣, 包扎起脚巴手上的右腿说, 赶紧走, 越快越好, 起身去千日嘎, 桑杰说, 还是我来, 他骑上自己的马, 再让父亲和泥马把脚巴扶上来, 然后抱着他催马走去, 父亲骑上日嘎, 让他跟上, 他却原地转圈, 死活不走, 父亲明白他犯了什么病, 拍拍他说, 知道你力气大, 有本事, 但考虑到这些日子, 你跑来跑去没消停, 乏了, 嘴上还有伤, 就不让你驼了, 你不必什么时候都争强好胜, 日嘎知道父亲在宽解他, 但还是不走, 父亲无奈地说, 好了好了, 就让你驼吧, 又把桑姐喊了回来, 返回的路上, 一直是日嘎驼着脚巴和父亲, 他嘴唇一鲜一鲜地喷着气, 不服食大食小, 有些猎切, 还出着汗, 真的已经很累了, 但眼睛却始终放射柔和的光亮, 脖子挺挺的, 鼻孔崩得其大, 以适应他超强的肺活量, 说明他内心是心悦而自在的, 一匹好马就是这样, 期待着主人无事不在的重视和依靠, 并把他看得高于一切, 半路上, 父亲让桑姐回家报信, 他和尼玛改变方向, 朝阿尼雄贡走去, 抬着脚巴一进南乡房, 父亲就说, 慢巴, 慢巴, 王氏吃了一惊, 鼓不上多问, 转身就走, 眼睛慢巴匆匆赶来, 跪在炕上耗了脉, 看了蛇, 然后清洗伤口, 腹咬未咬, 慢了说, 骨头梅端是雪山大地保佑的结果, 受伤太重是义病鬼降临的结果, 肉烂了这么多, 我从来没见过, 有一个地方只有雪山大地的保佑, 没有义病鬼的毁害, 对他的伤会更好些, 父亲急问, 哪里有这样的地方, 眼睛慢巴说, 就是那个能让毒死的耳朵冻开, 僵硬的舌头变软的地方, 你是说西宁, 你也知道才让得聋哑治好了, 眼睛慢巴哼哼一声说, 听听你而叫, 我就知道了, 那你知道脚巴什么时候醒来?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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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晃晃脚巴的头说,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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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脚巴没动静, 又说, 他是坏人还是好人, 父亲说, 脚巴了, 你不知道吗, 天大地大的好人, 好人, 不一定吧, 肯定他还是做过坏事, 不然慢巴让他醒他, 怎么不行呢? 然后一边使劲掐他左手上的大瘀剂, 一边重复着刚才的话, 重复了七八遍后, 脚巴扑吃一声吹了一口气, 慢腾腾睁开了眼睛, 眼睛慢巴笑了, 晴天遇到喜羊草, 铜湖里煮的是甜茶, 你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脚巴看着上面, 半上才把眼睛一向尼玛, 又一向父亲, 虚弱地说, 你来了吗? 我走啊走啊, 走到一个又深又黑的山洞里去了, 听到你的声音就又回来了, 父亲问, 我的什么声音? 扎西德勒, 我可没说扎西德勒, 我说的是欺负真言, 一个样一个样, 哎呦, 疼死我了, 说着扭曲脸上的肌肉, 咬紧了牙关, 父亲把眼睛慢巴拉到一边说, 求求你, 给他吃些止疼的药, 吃过了, 顶事不顶事, 就看雪山大地保佑不保佑了, 连魔鬼的伤痛都能消除的止疼药是马飞, 我们这里没有, 西宁才有, 关雀家阿尼闻讯赶来, 瞪起眼睛说, 脚疤了, 你见了我, 为什么不说感谢的话, 脚疤说, 我感谢你什么, 本来你已经在秃旧的肚子里了, 我念了大难不死经你才活到今天, 你什么时候念的, 反正念了, 那就谢谢了, 眼睛慢巴插进来说, 雪山大地呀, 这个人胡说八道, 哪里有什么大难不死经, 关雀家阿尼反驳道, 阿妈那巴尼欧难道不是大难不死经, 你除了阿妈那巴尼欧, 还知道什么, 不识字的阿卡, 居然在识字的阿卡面前卖弄经文, 我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可我是有法力的, 屁话, 真要是有法力, 就别让脚疤再疼了, 这个容易, 关雀家阿尼一手朝前平身, 一手朝后举起, 做出攻击人的模样, 胡乱嗨嗨呼呼了一番, 怎么样, 还疼不疼了, 脚疤说, 不疼了, 真的不疼了, 又把脸扭向父亲说, 强疤了, 你得给我想办法的药理, 父亲正在跟王石商量去西宁的事, 走到康前说, 脚疤了, 你忍着点, 这里有曼疤给你上药, 有儿子尼玛, 给你喂茶喂饭, 我要去一趟州上了, 请求才让州长把几步车派给我们, 等车来了你就去西宁, 到西宁你就不疼了, 脚疤又问, 保育院呢, 来了吧, 父亲说, 还没来, 快了, 就这几天, 脚疤遗憾地说, 木马场没去成, 娃娃们吃不上簪巴了, 父亲骑着日嘎迅速出发, 第二天回来时奔跑的日嘎身后跟着一辆大卡车, 原来才让州长不派车, 说是不能为了脚疤这样的人耽误州上的工作, 父亲只好在路上花钱拦了一辆运送羊毛的卡车, 尼玛陪着去了, 他到过西宁, 直到父亲的家, 就在脚疤和尼玛离开阿尼穷共的第二天上午, 运送保育院的孩子们的两辆卡车开进了庆多草原, 也就是说, 保育院的车在某个路段跟脚疤的车相视而过, 却不知道那个躺在车厢里痛苦呻吟的藏族人, 就是为草原保育院提供了所有条件并为此摔伤的人, 三、运送孩子们的两辆卡车配备了四个司机, 中途没有停留, 司机轮换着连夜开, 第二天傍晚到达了房子落房子的阿尼穷共, 县委书记王石和几个穿着酱色长袍的阿卡在大殿堂前的平场上招待大家吃饭, 我看到不远处的厨房里有一个黑漆明亮的大铁锅, 大的超过了半间房子, 煮肉的香气和白色的器物从那里弥漫而来, 保育院的孩子们集体自动转身, 齐齐地望过去, 大口大口吞咽着口水, 阿卡们用一个大铜条把肉汤咬到木桶里, 提到平场上, 一一乘到大家的碗里, 每乘满一个碗都要说一声扎西德勒, 我们顾不上冷汤, 端起来就喝, 飘了一层亮油的肉汤对一群饥饿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我简直无法形容, 但肉汤还不是主要的, 就在我们以为晚饭已经结束时, 忽见几个阿卡鱼罐来, 每人手里端着一个牛皮的托盘, 上面是落起来的热腾腾的牛羊肉,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可以吃的牛肉羊肉, 也从来没有敞开肚皮, 吃过这么肥的牛肉羊肉, 我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 把今天吃到的牛肉羊肉当做了最美好的记忆, 以至于过去了很长时间, 我都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阿尼穷贡, 最美的食物就是阿尼穷贡的牛肉羊肉, 包括保育院的梁辉院长和几个老师, 所有人都开始狼吞虎咽, 转眼吃完了牛皮托盘上的牛肉羊肉, 转眼又来了牛肉羊肉, 饥荒了许多时日, 突然用牛肉羊肉吃饱吃撑, 吃得饱鸽连天的经历, 让大家对草原对藏族人充满了感激, 冬天不冷了, 路途不远了, 力气又有了, 生活又美好了, 而我更有一层得意在心头, 我早就是藏族人的亲戚了, 我给同伴们说, 我阿爸就在沁多县上班, 我有个藏族哥哥叫财让, 还有个藏族爷爷叫角巴, 角巴的儿子叫尼玛, 他是我的叔叔, 还拿出才让送给我的小藏刀给他们看, 孩子们望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精气和羡慕, 就像刚才望着肥嘟嘟的牛肉羊肉, 吃饱了又喝汤, 是一种混合着草药味的苦甜汤, 提着铜壶突然出现的眼睛慢巴说, 这些面黄肌瘦的孩子, 一下子吃了这么多的肉, 扶不住的, 不跑肚才怪力, 快喝, 喝了就没事了, 他逼迫我们喝, 有几个实在饱得喝不下去, 偷偷泼到了地上, 晚上, 我们住进了一个很大的房间, 睡在一排排整齐的木榻和卡垫上, 一觉醒来, 又要上路时, 那几个泼了苦甜汤的孩子都开始拉肚子, 又是眼睛慢巴, 提着一壶苦甜汤走来, 喝, 喝, 再也没有大意的, 大家都喝起来, 卡车又走了一天, 经过县城时, 在县尾食堂吃了午饭, 一人一碗加了肉末的杂火面拌汤, 继续赶路, 天飞前到达了 栽着两顶大帐房的保育院, 父亲和桑杰等候在牛粪院墙的外面, 孩子们纷纷下车, 我跑向父亲, 父亲高高地将我举起, 那一刻我的骄傲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的, 好像因为有了我的父亲才有了草原, 有了我们这么多人可以吃饱肚子的幸福美满, 保育院的梁辉院长和几个老师来到父亲跟前, 父亲说, 本来应该是为保育院几乎付出了生命的脚巴得及, 站在这里欢迎大家, 现在只好由我们代替了, 他的事以后慢慢说, 现在最主要的是住下, 草原保育院从今天开始成立了, 条件是差一些, 我们慢慢会改善, 相信会越来越好, 你说呢, 桑姐, 桑姐说, 哦呀, 哦呀, 草原上的牛羊多多的有, 碉堡仓里的冻肉已经满了, 想吃多少取多少, 牛粪成墙, 羊粪满仓, 帐房里烧热些的药力, 阿瑟瑟这么多的孩子, 她的眼光在孩子队里搜寻来搜寻去, 梁徽院长带着老师们站成一排, 拒着弓说, 大恩不言谢, 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多谢了, 父亲说, 草原上住这样的大账房是最好的, 不知道你们习惯不习惯, 要是实在住不惯, 将来以后还可以换, 你说呢, 桑姐, 桑姐说, 哦呀, 哦呀, 我不是将来以后我不知道, 院长说, 城门关照, 把保育院搬到草原来, 主要是吃肚子的, 住什么无所谓, 接着便是入住, 孩子们分成两半, 排着队走进了两顶大账房, 进去后才感觉到, 里面挺宽敞, 除了孩子们和老师睡觉的区域, 还有吃饭和玩的地方, 而且暖隆隆的, 牛粪活正旺, 炉灶上坐着大铜壶, 飘荡着酥油茶的香味, 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 肉已经煮好, 汤还在冒气, 1960年的人们, 想不出除了草原保育院, 天堂还会是什么样子, 保育院牛粪墙的外面, 还有一顶小小的账房, 是今天才砸起来的, 用的是搭建大账房时, 剩下的几块牛毛盒子, 还不够, 桑杰又从自家的账房上, 撤下了两块, 小小账房, 是脚爸的妻子江毛的住处, 父亲临时想起来, 保育院的院长老师, 都是汉族人, 不知道牛粪火白天怎么烧, 晚上怎么埋, 也不一定会取肉煮肉, 更重要的是挤奶和杯水, 哪个会呢, 杯水靠的是一根绳子和一个木桶, 没有力量和技巧, 是背不来的, 他给桑杰说, 要他从公社拍一个人来, 桑杰觉得不好拍别人, 就拍了自己的妻子着马, 江毛说, 着马怀上孩子了, 还是我去吧, 桑杰说, 你把家里最好的马骑上, 再把当周也带上, 骑最好的马干什么, 我就骑我的灰克马, 这会儿, 父亲拉着我的手, 正和桑杰一起朝小小账房走去, 桑杰对没见到, 才让非常不安, 父亲给他念母亲, 让我带来的信, 又安慰他, 才让的聋哑都会治好, 还有什么病治不好的, 很快就会好起来, 你什么也不用想, 多念几声祈福真言就可以了, 桑杰欧哑欧哑地答应着, 眼泪哗啦啦的, 毕竟才让离家已经很长时间了, 父亲说, 你要是不放心, 抽个不忙的时间, 我带你去西宁, 看看才让, 桑杰呼地仰起头, 用手掌抹着眼泪说, 杏多草原最高的山我上不去, 望不见西宁在哪里, 只好去一趟了, 父亲说, 等脚巴伤好回来, 我们就去, 说着话, 我们来到小小帐房前, 看到江毛正要去河边杯水, 桑杰赶紧过去说, 阿妈啦, 招了女婿和娶儿媳是一个样子的, 还是我去杯水吧, 江毛说, 脚巴和尼玛都不在家, 你这个顶门利户的男人 怎么能干女人的活, 快快回家去, 再不要来这里了, 桑杰正要走, 江毛又说, 天就要黑了, 你把当周拴到大帐房门口去, 桑杰解下当周的粗铁链, 掀起来走进了牛粪墙, 父亲知道, 这是为了让当周熟悉孩子们, 并让他明白, 他来这里是守护保育院, 过几天, 铁链子就可以拿掉, 他会自由巡视, 也会允许孩子们亲近他, 但当周对我是例外的, 刚一见面就冲我摇了摇尾巴, 我惧怕地望着他, 父亲说, 他知道你是我儿子, 不信你摸摸他, 他不会咬你的, 我跑过去摸了摸他的大耳朵, 他友好的歪歪头, 在我腿上蹭了一下, 我在保育院吃了晚饭, 就跟着父亲骑着日嘎, 走向了沁多小学, 一路上父亲问老爷问姥姥问母亲, 问的最多的是才让, 我意识到父亲其实很担心才让的病, 总觉得多灾多难的才让太可怜了, 万一有个闪失怎么给桑姐交代, 来到沁多小学, 父亲说既然我是学生, 吃住就应该在学生宿舍, 而不是跟他在一起, 所以第一天晚上我是跟洛洛一起睡的, 盖的也不是被子, 是父亲的皮大衣, 我看到所有学生都是裹着皮袍睡觉的, 便想起了才让的皮袍, 心说我要是也有一件皮袍该多好, 第二天我给父亲说起, 父亲说皮袍没有买的, 只能量身定做, 做一件皮袍不容易, 先得积攒羊皮, 大人的脏袍的七八张大羊皮, 小孩的也得五六张, 船够了还得揉好, 还得织普路, 还得碾毛线, 普路是做面子的, 毛线是缝皮袍的, 一个人什么也不做, 一个月才能缝好一件上等皮袍, 大部分牧人一辈子就只有两件皮袍, 一件是小时候的, 一件是成人以后的, 说到这里, 父亲一脸严肃, 你看我, 来到草原快十年了, 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件皮袍, 夏天制服, 冬天棉袄皮大衣, 都是你姥姥做的, 你不要再提皮袍的事了, 给谁也不要提, 这里的藏族人好得很, 你一提, 他就会把自己身上的脱下来让给你, 要是他们提起来, 你就说我穿不惯皮袍, 我一直也是这样说的, 然而, 我并没有机会表示拒绝, 仅仅过了半个月, 一件促心的皮袍就来到了我面前, 是卓马和旺母为我缝制的, 送来皮袍的却是索南, 自从角巴和尼玛去了西宁, 索南就离开学校发牧去了, 他家有两群牲畜, 桑杰放一群, 尼玛放一群, 尼玛走后本可以混群, 桑杰说我的一群产冬高, 尼玛的一群产春高, 冬高很快就要产了, 不能远牧, 混到一起的话, 进处的草场不够吃, 索南赶着牲畜骑着马, 送皮袍的同时也想看看我, 这个就是杨杨骂, 怎么这么瘦, 我是索南, 才让的哥哥自然也是你的哥哥, 他说着你捏我的胳膊, 你动不, 不动, 青鼻辣的两盏肠还说不动, 快快快, 穿上, 草原上活着的都得穿皮袍, 狼穿狼皮袍, 宝穿宝皮袍, 熊穿熊皮袍, 人穿绵羊的皮袍, 不穿皮袍冻死里, 就在学校外面的雪地上, 他不由分说扒掉我的棉衣, 扔到鸡血里, 给我穿上了皮袍, 皮袍长得拖在地上, 他让我把下摆踢到膝盖处, 然后从怀里撕出一条红腰带给我系上, 我顿时成了一个胸前鼓鼓囊囊的小葬族人, 父亲从门里出来, 吃惊地说, 阿虚, 这是怎么了? 索南说, 阿爸说了, 人家把才让当自己的孩子, 羊羊也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皮袍穿, 卓马阿妈说了, 草原上的脚巴家, 没有皮袍让人家笑话, 旺母舅母说了, 我家多余的羊皮, 是天儿天女的依靠, 羊羊就是新天来的吗? 你们不说我还不知道, 正好将毛奶奶从保育院回家取东西, 说作一件皮袍的羊皮和普鲁还是有的, 就是没工夫, 公社的活多地做不完, 主任不给时间谁去奉, 能不能派两个女人到家里来? 旺母舅母说, 主任不是脚巴阿爸, 殃及不动别人, 派来派去就是我和卓马。 江毛奶奶说, 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 反正是你们, 赶紧拿出羊皮和普鲁来缝吧。 父亲摸着我的头说, 看来穿不惯皮袍的话不能说了, 你成了脚巴家的孩子, 就跟才让一样, 不分藏族人和汉族人了。 我的皮袍是紫红朴露的, 里面是厚厚的绵羊皮, 袍巾, 袖口和下摆像着半尺寬的水塔皮。 父亲说, 这样的皮袍是很昂贵的, 他们把家里最好的材料都拿了出来。 索南说, 还有一顶高皮的帽子, 啄麻麻正在做, 做好了我就送来。 说着摸了摸我的蓝色棉帽, 这样的帽子, 头会冻成冰戈的, 怎么念书十字吗? 我把棉帽脱下来又戴上。 父亲说, 等学校放了假, 你就可以去脚巴叶家找索南哥哥玩。 我怪巧地说, 索南哥哥了, 我想骑马。 索南便把我扶上马背, 拉着马走了几圈。 这时, 梅朵喊着哥哥跑了过来。 索南说, 我忙家里的活去了, 本该有我识的字都留给了你, 你要多多的识字, 别人识一百, 你要识两百。 梅朵说, 哦呀, 我把牛马狗写两遍, 就是替你写了。 你要多多地念欺负真言, 就算是为了我和杨阳。 索南说, 哦呀, 学校有马, 你教杨阳骑马的药理。 梅朵朝远处望了望说, 放牧的人骑走了。 索南说, 闻到你放牧时, 你叫上杨阳一起去。 梅朵说, 哦呀。 索南又说, 不知道杨阳是梅朵的哥哥, 还是梅朵是杨阳的姐姐。 父亲说, 我问过你们的阿爸, 梅朵比杨阳小半年。 我突然问, 比才让呢。 父亲说, 桑杰忘了才让出生的日子, 只记得比梅朵大一岁, 也就是说, 你比梅朵大半年, 才让比你大半年。 我高兴地说, 我早就知道, 才让是我哥哥。 说着, 从脱下的棉衣口袋里摸出了, 才让送我的小仓刀。 索南接过去看了看, 解开刀柄上, 编成辫子的牛皮绳, 拴在了我的腰带上。 我低头看着自己, 心里美滋滋地, 就像在做梦。 梦里, 得到了一个日丝夜盼的江赏, 一件赏心悦目的礼物。 索南看牲畜已经走远, 在堆起袍腰的地方, 打了我一拳, 扎西德勒。 我愣正着。 父亲说, 杨杨也要说扎西德勒, 既是祝福也是再见, 还要说, 谢谢索南哥哥送来了皮袍, 琢马阿妈和旺母救母辛苦了。 我还没说, 索南就说, 客气什么嘛, 自己家的人。 事实上, 就算为我缝制了皮袍的琢马和旺母, 也未必知道一件皮袍对我意味着什么。 自从我也可以裹着皮袍睡觉, 也可以把随便什么东西装在腰带扎起的胸兜里, 也可以露着穿衬衣的右臂, 吊着袖子进进出出, 也可以面迎寒风用宽大的多出手面四五寸的袖筒, 五热冰凉的鼻子, 也可以在水塔皮上涂一点苏油, 让它更加柔软发亮, 也让整个皮袍散发出迷人的奶香味。 我火在学生堆里, 别人就再也分不出我是个外来的汉族人了。 我自己也没有了一丝半点的聚谨, 感觉我就是这个藏族人群体的一员, 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鼎鼎重要的, 当然还有学说藏话, 我发现一穿上藏袍胆子就大了, 星期六的晚上, 也敢裹在同学们中间唱歌跳舞了, 尽管因为唱得不准跳得不好, 依然是羞怯的, 课内课外不光会学着说, 还会抢着说, 而且一定要把句伪的那个了, 说成了。 即便说得不对, 也好像是可以不对的, 没有一丝丝的别扭, 就像鱼到了水里游的不好也是游, 人到了水里游的不好就不是游。 过去了很久我才意识到, 我是一个多么渴望和群共生, 平起平坐的人, 被梳理, 被不同, 被另类, 被重视, 以及被特殊化, 都不是我希望的。 父亲说, 不错呀, 杨杨, 你的藏语居然学得比汉语好。 后来又说, 你的藏文字也比汉字写得好, 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能感觉到父亲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是个老草原, 藏话好, 藏文也好, 如今又发现, 他的儿子居然也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 遗传让我庆幸, 也让我一来, 草原就发现自己对父亲, 除了血缘上的依赖, 更多的是崇拜, 是一种天然香香的精神气质, 在雪山草原背景上的对接。 我感谢父亲, 让我跟一个马背上的民族, 有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让我来到弥漫着苏油味的旷天大爷里, 混同在红脸蛋的藏族小孩里, 再也不分彼此。 所以很快我就明白, 我对父亲的感觉, 跟所有的藏族人同学几乎是一样的, 而父亲似乎也在尽量淡化 我跟他的那种父与子的亲情关系, 尽量让我明白他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老师, 我跟所有孩子一样, 都必须努力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学生。 是的, 我来到了父亲身边, 却又发现我跟他渐渐远了, 对我来说, 更多的关心和温暖来自同学, 来自跟我关系最好的洛洛和讹侠以及眉夺, 洛洛是个不关心别人就会死的人, 每天晚上都会把他的半拉皮袍扯过来, 盖在我的皮袍上, 生怕冻着了我, 吃饭时总要把他碗里的肥肉挑出来给我, 受羊男过冬, 过里长不大。 你这个江阳, 多吃些肉的药理, 他总是叫我江阳, 以后我会知道, 在这样的称呼里, 暗含了对父亲的敬重。 江阳就江阳吧, 藏族人喜欢的, 自然我也喜欢。 从此在我的课本和作业本的封题上, 杨阳便被图改成了江阳。 父亲不仅没有制止, 还跟着别人江阳江阳地叫起来, 叫得最多的是鹅侠, 他经常学着落落的样子对我说话, 江阳了, 骨头是带着筋的, 你把刀子拿出来。 我说, 哦呀, 我才让哥哥说了, 藏刀是吃肉的筷子。 说着便拔出刀子, 挂起骨头上没有啃干净的肉。 鹅侠说, 江阳了, 刀刃是朝里的, 不是朝外的。 我又赶紧把刀子转过来。 他又说, 江阳了, 胖子要先喝汤后吃肉, 瘦子要先吃肉后喝汤。 我问, 为什么? 他回答不上来, 我便在他嘎吱窝里倒一下, 就这一下, 他就会笑得弯腰功倍。 其实我跟鹅侠好, 主要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被我关心的人。 我说, 你的帽子戴歪了, 他便正一正。 我说, 你的腰带松脱了, 他便挤一紧。 他不高兴时, 我一搁支他就高兴了。 他早晨醒不来时, 我一唱歌他就醒了。 我唱的是黄马, 黄马跑过了一座山, 山连着紧段铺成的路, 拐来拐去上了天, 天上有什么? 没有云彩花, 没有星星花, 只有一片清澈的水, 水上飘着一百朵金莲花。 歌是梅朵教我的。 说实话, 不管洛洛还是鹅侠, 都比不上梅朵跟我好。 梅朵似乎并不想关照我, 只想教诲我。 早晨他会从女生宿舍跑到男生宿舍, 教我用干牛粪吹往炉灶上的火, 晚上又会跑来教我用灰土埋住火。 洛洛说, 你操心什么? 这里有我, 用不着江阳吹火埋火。 没多小大人似的说, 我家的江阳, 我不操心谁操心。 轮到他做饭时, 他会把我交到女生宿舍, 教我顺着骨头解肉, 水烧滚了在下肉, 快熟的时候放盐巴, 等等。 还教我站在毛母牛的肚子下面挤牛奶, 姜阳了, 大拇指头使劲, 要握住胖的地方朝下挤, 别忘了对准捅颜, 对了, 就这样挤, 一缕一缕地挤。 每次挤完奶, 他都会说, 扎一口, 扎一口。 然后示范着让我跪在地上, 张嘴擒住牛的奶头。 扎到了没? 没有。 你没扎过阿嬷的奶吗? 使劲往里扎, 我扎到了, 温热的辛香的甜丝丝的味道, 会让我扎了一口, 还想扎一口。 他说, 不能扎两口, 会把奶扎干的, 扎干了奶, 就不会再生奶了。 我只好忍着, 尽量做到不扎第二口。 以后想起来, 我会明白这是为什么, 学校的毛母牛没有牛犊子, 每次挤奶差不多会挤完, 扎一口绝不是为了解馋, 而是舍不得浪费掉残留在奶头里的那一点奶, 但千万不能扎多, 免得奶头枯别, 枯别的奶头怎么还能饱满地装奶呢? 更多的时候, 梅朵会带着我去拾牛粪, 扫羊粪, 或者去河边打水, 有时候用脸盆端, 有时候用水桶排。 冬天的庆多河被冰雪盖得严严实实, 它会搬起一块石头, 在尖案处一口气砸几十下, 直到砸出一个冰窟窿, 我不行, 我砸几下就累了, 我说, 才让力气大, 你的力气也大, 我的力气怎么这么小? 梅朵说, 脚巴爷爷说砸的时候, 拧起伏真言, 力气就大了, 我就边捏俺妈呢, 把你油边砸, 力气果然大了, 一个冰窟窿终于被我砸出来了, 最开心的还是梅朵带着我骑马去放牧, 有时是同骑一匹马, 两个人都坐在鞍子里, 我在前面, 他在后面, 我靠着他, 他抱着我, 有时是我骑着他牵着, 牵着牵着他, 就会悄悄把缰绳丢开, 让麦秀, 我们的马任意游荡, 渐渐的, 我熟悉了马的步伐和颠簸的规律, 身子不再僵硬的对抗, 而是随顺着他起伏摇晃, 也学会了如何发布命令, 甩缰绳, 拽脚子, 踢肚子, 使鞭子, 等等, 有一次他把我扶上马背, 说, 现在该你一个人骑了, 我不管你了, 我说, 哦呀, 我骑了一会儿又听他说, 脚爸爷爷说, 羊不肥不算财, 马不跑不算骑, 男人都是要参加赛马会的, 于是我打马跑起来, 越跑越快, 越快越稳, 感觉麦秀, 对待我跟对待梅朵诗一样的, 温顺而听话, 但我没想到这是一种算计, 算计也是马的特点, 永远期待着驯服, 却永远不打算主动驯服, 麦秀跑着跑着突然停下了, 屁股猛的一抬, 似乎随便一个动作就把我掀了下来, 梅朵咯咯咯地笑, 我从雪地上爬起来, 揉着胳膊和屁股说, 你笑什么, 脚爸爷爷说, 男人不摔三次, 是学不会骑马的, 这才是第一次, 他再次扶我伤马, 蹿跺我驱马跑起来, 结果是一样的, 我又被摔了下来, 我发现麦秀允许我骑他, 却不允许我骑着他奔跑, 这是什么意思, 我被摔了七八次, 依然没有真正学会驾驭马, 每次都是麦秀故意使坏, 扬起前蹄, 或撂起卷子, 或奔跑中突然杀主, 只要摔下来, 梅朵就会咯咯咯地笑, 再骑, 再骑, 脚巴爷爷说了, 马欺负胆小的, 瞧不起摔下来, 就不再骑的, 可是, 我已经腰疼腿疼了, 不想再受伤了, 梅朵说, 没有不受伤的男人, 没有不会骑马的葬祖人, 他说这种话时, 总像个小大人, 满眼都是期待和督促, 由不得我不听, 如果真的不受伤, 就不是男人, 那也没什么, 不是就不是, 父亲和母亲都是亲, 男人和女人都是人, 但如果不会骑马, 就不是藏族人, 那我是不干的, 藏族人和不是藏族人的区别太大了, 我说, 骑就骑, 有什么了不起, 似乎只要我在别人眼里, 是个藏族人, 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 有一天木龟, 洛洛看我鼻青脸肿的, 便把梅朵和央金叫到跟前说, 梅朵你怎么不拉着卖秀, 江阳摔成了这个样子, 怎么给强霸老师交代, 杨金你得管管你侄女了, 杨金说, 你是班长, 你直接给梅朵说, 洛洛说, 梅朵听我的, 不要再让江阳骑马了, 梅朵说, 哦呀, 江阳你以后不要再骑马了, 我喊起来, 不行, 我是藏族人, 梅朵说, 对着礼, 有面朝洛洛和央金问道, 你们见过不会骑马的阿爸吗, 洛洛和央金都说没有, 梅朵说, 江阳长大要做阿爸, 男人都要做阿爸, 洛洛说, 人家将来要回去, 要做城里的阿爸, 我又喊起来, 我不回去, 我不做城里的阿爸, 父亲走过来, 吃惊地望着我, 打架了, 洛洛赶紧说, 哪个敢打江阳, 我几乎要哭了, 我要学骑马, 父亲联系地摸摸我的脸, 口气平淡地说, 你不是一直在骑吗, 还没学会, 马已经认识你了, 你可不能半途而废, 他不让骑你就不骑, 那就一辈子别想骑, 所有的马都不会让你骑, 马是会喘话的, 梅朵说, 我听马给马说了, 那个叫江阳的, 害怕了, 我没有害怕, 我喊着跑过去, 把还没来得及, 卸下安静的麦秀拉到牛粪墙前, 爬上牛粪墙齐了上去, 我皱着眉头, 一脸愤怒, 看, 我害怕了吗, 我甩着缰绳让麦秀走, 快快地走, 又让他跑, 让他掉头, 让他停下, 再走, 再跑, 我准备好了十次二十次的被他摔下来, 但是没有, 麦秀好像突然老实了, 再也不跟我做对了, 我的马术老师没多喊道, 脚子的拉得不要太紧了, 麦秀已经服气了, 你就是他的毛, 再也甩不掉了, 的确如此, 转眼之间, 我成了麦秀的一部分, 他歪我不直, 他直我不歪, 或者我歪他不直, 我直他不歪, 我听他的, 他也听我的, 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契, 我刚要命令他往东, 他就已经做到了, 我正要让他掉头, 他的脖子已经弯过来了, 跑起来吧, 我说啊, 麦秀立刻跑起来, 好像说话跟江上的指挥 和手脚的踢打是一样的, 在那么多同学面前, 我骄傲地策马奔驰, 一会儿远了, 一会儿近了, 没有人惊讶, 更没有人鼓掌, 会骑马是太正常的一件事, 既然你是藏族人, 马就是你的腿, 没多喊道, 江阳吃饭了, 我勒马停下, 得意地忘了望洛洛和央金, 还有父亲, 父亲说, 你不是已经会骑了吗, 以后会越骑越熟练, 说吧转身走了, 我翻身下马, 不是被人扶下来的, 而是踩着马蹬跳下来的, 第一次我不用梅朵关照, 稳稳地站到了地上, 梅朵说, 这才像个哥哥的样子, 我摘下蓝色棉帽扔到地上, 畅快地让头冒着热气, 梅朵望着蓝色棉帽愣了片刻, 突然说, 索南哥哥快来了吧, 我说, 他来我就骑他的马, 我会骑马了, 对我来说, 这跟穿上皮袍一样, 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说明我不仅是一个藏族人, 还是一个被草原赐予了自由的藏族人, 等下次轮到我跟梅朵放牧时, 我们拉上了学校的两匹马, 他骑一匹, 我骑一匹, 我先骑长骑的鼠马麦秀, 后骑从未骑过的生马司雄, 尽管司雄性子更烈, 却一点也没有为难我, 甚至比麦秀更听话, 我问梅朵这是为什么, 梅朵认真地说, 我听马给马说了, 江阳是个男人, 梅朵姑娘的哥哥, 我问, 马给马传话时, 说藏话还是汉话, 梅朵说, 就像枪巴阿爸, 这一堂课藏话, 下一堂课汉话,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管父亲叫阿爸了, 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每个星期六的歌舞晚会, 我已经不怯场了, 梅朵教我的山歌, 酒歌, 劳动歌, 我基本都会了, 过妆, 衣舞, 热巴舞, 也能跟上大家的节奏了, 我问梅朵, 藏族人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吧, 他不回答, 却跑向了父亲, 抢巴阿爸了, 我要回一趟家了, 父亲问, 去干什么, 去拿江阳的高皮帽子, 索南哥哥说话不算数, 还不送来, 养产冬高的时候到了, 他哪有时间来学校, 可是江阳的耳朵冻坏了, 你没见已经流浓了吗? 父亲说, 路那么远, 你一个女孩不能去, 要去我去, 可是父亲, 你怎么光说不做, 怎么就抽不出时间, 去一趟脚巴爷爷家, 你总是在为别人马忙, 早把我的高皮帽子, 望到九霄云外了, 我天天站在学校前的雪地上, 望着索南曾经走来的方向, 天天都会揉着望马的眼睛, 失望而归, 我对梅朵说, 要是能把我的蓝色棉帽, 换成藏族人的高皮帽, 我就彻彻底底是一个藏族人了, 梅朵说, 你还没有牛皮靴子, 我这才意识到, 我脚上是一双汉族人的条绒面鸡窝, 那怎么办, 眉朵没有吭声, 晚上, 睡梦里, 我看到一双小靴子朝我走来, 父亲要出远门了, 去马青刚日木马场, 完成脚巴没有完成的事, 为保育院祈求一些簪巴, 保育院的孩子都是汉族, 炖炖牛羊肉, 一个个都上火了, 拉得屎都变成羊粉蛋了, 阿尼穷共的眼睛慢巴去了保育院, 熬了草药让大家喝, 又回去给王石说, 要汤通便是可以的, 但不能天天喝, 喝多了别的麻烦就出来了, 簪巴, 簪巴, 一天一顿粗簪巴的药理, 王石向香萨主任求救, 主任说, 难办了, 几十个人的口粮不是一步带两步带的事, 就算我亲自去化园也拿不来, 王石知道阿尼穷共的簪巴 来自黄河川道古老的香萨属地, 那里有望不倒边的青柯西卡, 庄园, 如今西卡早就公舍化, 献给阿尼穷共的三八少儿又少, 他无功而返, 派了通信员, 国国向父亲告急, 父亲说, 他是要我去一趟木马场吗? 是以沁多县的名义呢, 还是以脚巴得籍的名义? 果果说, 王书记说了, 你随便, 你是校长, 听说木马场的孩子也想来沁多小学上学, 这么着, 父亲和日卡就走了, 走时给洛洛和杨金千叮宁万嘱咐, 把所有学过的东西复习一遍, 每天上午复习藏文藏话, 下午复习汉文汉话, 我回来就要考试, 放牧多拍一个人, 晚出早归, 不要走得太远, 学校的母羊虽然都怀的是春高, 个别母羊提前生产也是有可能的, 每天夜里至少要查看两次, 梅朵红太辛苦, 白天晚上就指望他保护人处是不行的, 你们也要警醒些, 一听到狗叫就出来看看, 昨天夜里我听到狼嚎声啦, 再就是晚上点名, 杨金点女声, 洛洛点男声, 点了名就睡, 早点睡, 不要一说话就说到半夜, 第二天起不来, 复习功课时又打盾, 第四章, 回家, 不知道说了多少扎西得乐, 就像从来没数过爱的念头, 谁说超过了我们的浪朵, 应说超过了我们的雨花, 一, 父亲一走, 梅朵就摸摸我流浓的耳朵说, 我要回家取你的帽子, 我说, 阿爸说啦, 你一个女孩不能去, 那你跟我一起去, 怎么去, 骑马去, 哦呀, 我高兴地跳起来, 我对骑马已经上瘾, 只要能去旷野里奔驰, 就什么也不顾了, 我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早早起来, 给麦秀贝勒安监, 就悄然出发了, 看见我们的只有梅朵红和学校的牲畜, 梅朵红粗声大气地朝我们吼了一声, 像是在代替父亲发声, 回来, 我们打马跑起来, 很快到了看不见学校的地方, 我说, 尿憋了, 快停下, 下来撒尿时, 梅朵说, 你不要对着太阳, 太阳不高兴了, 你怎么知道, 太阳躲到了云背后, 你没看见吗, 梅朵又指了指无声地飞过头顶的一只鹰, 鹰说转过去转过去, 我赶紧转身, 却是对着梅朵的, 梅朵好奇地看着我, 我想躲开, 却已经憋不住了, 朝天洒出一条很长的弧线, 完了再走, 看到金光斜射而来, 太阳在雪峰之上慢慢地滚动, 高大矮的雪山手拉着手, 排成一只半圆的队伍, 一会儿走来一会儿退去, 突然又高高升起, 随着太阳插到了天上, 云在地上走, 走着走着就散了, 是被马群冲散的, 那么多马, 我数着, 没数几下就乱了, 流水一样的马群, 大河阔海一样的马群, 怎么能数得轻呢? 好比我从来数不清, 庆多河的浪花, 我说, 谁的马这么多? 梅朵说, 阿尼神的马, 阿尼神是谁? 一个胡子长长的山神, 他有数不清的野马, 野牛, 野羊, 你怎么知道? 脚巴爷爷说的, 脚巴爷爷怎么知道? 脚巴爷爷的爷爷说的, 从山那边走来的马群, 突然改变方向, 跟在了我们后面, 梅朵说, 让他们跑吧, 我说, 你告诉他们, 梅朵就尖叫一声, 挥边驱赶着麦秀跑起来, 野马群跟上了, 好像阿尼神一鞭子, 打在了所有马的身上, 他们的奔跑几乎同时开始, 尘土迷天而起, 轰隆隆的声音滚过地面, 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奇怪的是, 他们尽管跑得比麦秀快, 却绝不超过我们, 眼看要超过时, 就会集体停下, 等一会儿再跑, 就这样我们跑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功夫, 野马群突然不跟了, 改变方向朝雪山跑去, 我们停下, 望着他们, 梅朵说, 阿尼神叫他们回去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总觉得奇怪, 梅朵比我小, 却知道那么多事, 马对马说话, 鹰对人说话, 神对马说话, 他都知道, 难道我在草原牧区, 不仅要学会藏语, 还要学会马语, 鹰语, 神语, 那就太难了, 关键是我听不到马, 鹰, 神说话, 我的耳朵太不灵了, 突然想到了才让得聋哑, 心说我不会是半个聋哑人吧, 梅朵唱起来, 谁能告诉我天底下什么最白, 是哈达白云朵白, 还是雪山白, 谁能告诉我人世间什么最亲, 是家人亲朋友亲, 还是姑娘亲, 我们继续往前走, 一座长得像大哈雄的雪山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渐渐近了, 都能呼吸到冰凉而新鲜的雪的气息了, 地面上也有了一层薄薄的雪粉, 风硬了很多, 也尖锐起来, 扫在脸上就像鞭桥掠过, 梅朵说, 绕过雪山, 就能看见一条河, 往河的下游走, 就是他家的住墓地, 可是大哈雄一样的雪山, 怎么就绕不过去呢, 我们从雄头往雄尾走, 都走到中午了, 还是雄头, 梅朵说, 卖秀了, 你走得太慢了, 我看着麦朽不时的低头丝一口木草边嚼边走, 突然反手摸了摸梅朵的肚子, 是你咕咕叫, 还是我咕咕叫, 我们饿了, 这才想起出来时什么吃的也没带, 我粘头大脑的, 看着鸡血越来越多的前面, 沮丧地说, 你们家怎么这么远, 梅朵满不在乎地说, 走到天黑就到了, 于是我开始期待天黑, 似乎目的地是黑夜送来的, 不是我们走到的, 下午, 我看到梅朵也有些无精打采, 突然就有些担忧, 要是连黑夜都不来了呢, 因为路是漫无边际的, 白昼似乎也是漫无边际的, 我说, 我们回去吧, 梅朵说, 出来了就不能回, 回去的路更远, 我困了, 脖子软塌塌地打着盹, 迷迷糊糊看到一群羊迎面来, 别说, 是不是你家的羊, 梅朵说, 是阿尼神的藏羚羊, 我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 瞪着一群野羊有些吃惊, 怎么这么多呀, 学校的羊群跟他们比, 简直就是山脚下的小土堆, 我突然有了一丝荒迹感, 觉得我和梅朵太孤单了, 茫茫天地, 只有两个人在说话, 我说,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跟我们走, 梅朵答应着, 一声尖叫, 打着麦秀开始奔驰, 藏羚羊也跑起来, 但方向却是反的, 从左右两边纷纷闪过, 眨眼之间就远远地去了, 我们停下来, 掉头回望着, 就见在我们和藏羚羊之间, 突然出现了另一种动物, 我心里本能地紧了一下, 什么? 梅朵说, 狼, 我说, 是吃人的狼吗? 浑身不禁抖了一下, 梅朵问, 你见过狼吃人? 没有, 我也没见过, 脚八爷爷说, 只要有羊, 狼就不吃人, 我松了一口气, 听梅朵壮胆似的念起了祈福真言, 八九只狼站着不动, 似乎在犹豫, 是继续追踪藏羚羊, 还是跟在我们后面, 梅朵说, 羊已经跑得看不见了, 我又开始紧张, 狼是不是想吃我们了? 梅朵想得似乎跟我一样, 喊了一声, 快跑, 话音刚落, 麦秀跳转身子就跑, 跑了很长时间, 我们才停下, 狼已经没有踪影了, 陪伴我们的依然是大哈熊一样的雪山, 是白色和黄色相间的无边无际的冬日草原, 还有细斜的太阳和即将到来的黄昏, 麦秀累了, 在往前走时越走越慢, 梅朵说, 我们走得太高了, 高处没有草, 我说, 那就去有草的地方, 梅朵突然担忧起来, 要是走得不对怎么办? 听他这么一说, 我连话也不想说了, 梅朵想了想说, 还是得往高处走, 因为只有高的地方才能很快绕过去, 很快见到一条河, 河会指引我们走向他家, 梅朵指挥着脉袖, 我们越走越高, 有那么一刻, 我突然兴奋起来, 天就要黑了, 你说过, 走到天黑就到了, 然而黑也是路的尽头, 却跟目的地毫无关系, 我们往高处走的原因, 直到月亮出来, 才被梅朵清晰地意识到, 他说, 你看, 越高的地方雪越厚, 什么意思, 阿爸没跟卓妈妈结婚时, 只要牲畜转场, 我们就睡雪窝子, 什么是雪窝子, 我们下马, 在岩石上拴牢麦袖, 听着肚子里持续不断的咕咕声, 和荒蜂的呼啸, 开始跑挖积雪, 营造我们的雪窝子, 我挖着, 突然就很害怕, 几乎要哭了, 我看得出梅朵也很害怕, 因为他说了句后悔的话, 别出来就好了, 但他更知道后悔是没有用的, 又说, 长大了你要做阿爸, 我要做阿妈, 我们跟阿爸阿妈是一个样子的, 他的意思是, 一切都应该不在话下, 可问题是, 我们并没有长大, 我说, 阿尼神不会来吧, 他说, 我们念祈福真言, 他就来了, 我打了个寒战, 他不会吃掉我们吧, 脚巴爷爷说了, 阿尼神是雪山大地的亲戚, 会保佑我们扎西德勒, 我们念着祈福真言, 用双手在身后的腹血中拼命地挖呀挖, 直到挖出下面的土石, 又用挖出的雪和其他地方的雪, 在上面雷起一道圆形的挡风墙, 我们都意识到, 雪窝子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减少害怕的地方, 终于我们钻进去了, 抱在一起时, 都把热气哈在了对方脸上, 我们互相取暖, 也互相驱赶着对荒野和黑夜的恐惧, 我说, 我想学校了, 梅朵问, 想学校的什么了, 同学, 肉汤, 还有梅朵红和阿爸, 有没有我, 你在这里我怎么想, 你闭上眼睛就能想, 我闭眼想了一会儿说, 我想的还是学校的肉汤, 脚巴爷爷说了, 想的人远走高飞, 不想的人生儿育女, 什么叫生儿育女, 母羊产高就是生儿育女, 你是母羊就好了, 我就可以榨你的奶了, 那你就得给我下跪, 下跪就下跪, 我要是毛母牛呢, 下跪你就扎不上了, 我站起来扎, 渐渐我们睡着了, 麦秀的思鸣惊醒了我们, 梅朵线爬起来, 探头看了看雪窝子外面, 又推了推我, 江阳了, 天亮了, 我们互相拉扯着来到雪窝子外面, 听麦秀又一声思鸣, 这才注意到危险已经降临, 八九之狼正从不远处朝我们走来, 显然就是我们昨天碰到的那群狼, 它们追上来了, 我哆嗦了一下说, 天野, 梅朵说, 什么天野, 快念祈福真言, 我们念起了祈福真言, 觉得这样就能抵御狼群, 却发现狼群的逼近越来越快, 有一只大狼甚至跑起来, 跑向了离我们很近的脉袖, 梅朵反应过来, 拉起我的手就走,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大狼挡在了我们和麦秀之间, 我们不可能骑上麦秀逃跑了, 我们回到雪窝子旁边, 似乎这个让我们安然度过夜晚的地方, 还能让我们安然躲过狼灾, 麦秀欲加惊恐地撕鸣着, 不停地撂着绝子, 缠在岩石上的缰绳被拽得砰砰响, 梅朵说, 拽断就好了, 狼群更近了, 有四只狼围住了麦秀, 我和梅朵都想到, 即便麦秀挣脱缰绳, 也休想靠近我们或者自己逃命, 另外五只狼朝我们包抄过来, 一个个翻起上唇, 滋出牙齿, 霍霍地吼叫着, 我死僵僵地立着, 一刨鸟哗啦啦撒进裤子, 哇得一声哭了, 梅朵还好, 还知道拽着我不松手, 一步步后退, 紧紧靠在了雪窝子上面那一道挡风墙上, 然后发了风似的喊起来, 乍兮得勒狼, 乍兮得勒狼, 狼扑了过来, 五只狼突然一起扑了过来, 我们被扑倒在地, 先是身子搭在雪墙上, 然后一头栽进了雪窝子, 我们尖叫着抱在一起, 一直抱在一起, 一只狼跳进雪窝子, 咬住眉朵的皮袍扯了一下, 又跳了上去, 我把头埋进他的怀里, 他把脸贴在我的后脖梗上, 我们闭上眼睛颤抖着, 知道所有的狼就要跳下来, 咬死我们, 再一口一口把我们吃掉, 但我们等了半天, 狼也没跳下来, 再也没跳下来, 梅朵突然推开我, 你听, 风呼呼地吹, 隐隐约约传了一阵脏傲的叫声, 梅朵红出现了, 站在雪窝子上朝远处狂飞, 我们爬出雪窝子, 看到洛洛和央精快步走来, 杏多小学所有的孩子都朝我们走来, 为了寻找我和梅朵, 他们一夜未睡, 父亲回来了, 赶着石头牦牛, 为保育院驮回了石坨簪巴, 一坨簪巴是150公斤, 父亲说, 节约着吃, 和肉奶掺和着吃, 能吃一些时候了, 同时带来的, 还有三男两女五个木马场的孩子, 都是藏族人, 木马场原来也有小学, 但校长有一天去送放学回家的孩子, 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大概是被狼暴吃掉了吧, 之后学校就散了, 学生由家长做主有的去了西宁, 有的干脆放弃了上学的念头, 这五个孩子是想上学, 家长又没有能力送去西宁的, 保育院的梁辉院长, 带着几个老师来学校感谢父亲, 父亲说, 千万不要以为我收了, 学生人家才给了簪巴, 不给簪巴, 学生我也要, 簪巴是冲着脚巴给的, 跟我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院长问, 脚巴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们还没见过, 快回来了吧, 父亲说, 快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 院长又说, 还有一件事也要感谢你, 你给我们派了一个天大的好人, 生火, 买火, 取肉, 煮肉, 挤奶, 备水, 放牛, 食分, 给孩子们讲故事唱二哥, 一天到晚没见他闲过, 天不亮就起来忙活, 天黑大家都睡了, 他还得操心保育院的安全, 上个星期朗来了, 当周半夜三更又喊又叫, 我出去一看, 不得了, 牛粪墙外面全是绿眼睛, 当周往前扑, 他也往前扑, 手里攥着打素油的木锤子, 直到狼跑远了才停下, 我说了不起的女人,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他用汉话说, 我胆子要是不大, 娃娃们就没了, 父亲说, 你说的是脚巴的妻子江毛吗, 他不是我派的, 是公社主任桑杰派的, 桑杰派了他妻子, 他妻子有身孕, 丈母娘就说, 我去我去, 你们管好自己, 原来是这样, 这样的恩情, 拿什么来报答, 父亲淡淡地说, 不用报答, 藏族人都一样, 父亲一回到学校, 洛洛就报告了我和梅朵擅自离校, 差点被狼吃掉的事, 得到的惩罚是, 洗澡的这天, 我和梅朵从早到晚, 都必须去沁多河, 用脸盆端水, 我供应男生宿舍, 他供应女生宿舍, 美人还必须用藏文汉文两种文字, 写一份检讨书, 贴在教室里, 我不会写, 问梅朵, 梅朵也不会, 后来还是洛洛帮忙, 洛洛说, 我错了, 以后不敢了, 谢谢大家廊口里救了我们, 雪山大地保佑了, 扎西得乐了, 我们就写了这五句, 父亲看了后说, 还不错, 没有错别字, 句子还算通顺, 之后便是考试, 便是放假, 葬礼新年就要到了, 有嫁的要回家, 没嫁的就留在学校, 木马场的五个孩子, 刚入学不久, 需要补课, 也要留下, 其中一个叫达娃的女孩, 腿关节疼一阵耗一阵, 大概是风湿病, 她想上学, 家长在犹豫, 父亲说, 又不是什么动弹不了的病, 别耽误了孩子的前程, 这么着她才来, 最近达娃的腿又开始疼了, 父亲想带她去阿尼穷宫, 找曼巴看看, 父亲开始一波一波送人, 一般都是日嘎, 麦秀和四雄一起出动, 一匹马骑两个或三个人, 全部送到家后, 再连夜返回, 有一天, 父亲对我说, 现在就剩下秧金和梅朵了, 明天我送他们, 你想不想去 角巴爷爷家过年, 我说我不知道, 那谁知道, 梅朵知道, 那你去问问, 我问梅朵的结果是, 你不要高皮帽子了, 要, 那你还问什么, 出发的这天秧金说, 我也想让洛洛到我家过年, 父亲问, 为什么, 他跟我关系好, 有没有阿爸阿妈, 好吧, 你去叫他, 上路了, 我和梅朵骑着麦秀, 洛洛和杨金骑着四雄, 父亲一个人骑着日嘎, 一口气走到傍晚就到了, 才发现, 上次我和梅朵走错了路, 不是绕过大哈兄一样的雪山, 而是绕过一座大老虎一样的雪山, 一看到帐房, 梅朵就迟马而去, 杨金也打马跟了上来, 我看到一只黑色藏鸥, 迎着我们, 一边狂奔一边费名, 帐房里出了一个女人, 手搭梁棚看着, 突然惊叫一声返回帐房, 之后, 帐房里又出来了几个人, 梅朵说, 这是梅朵黑, 你先下去, 把我从马上抱下来, 他就不咬你了, 我照此办理, 他果然没有咬我, 洛洛没有抱杨金下马, 差一点被咬一口, 杨金说, 没有抱下马, 那就抱上马, 快快快, 洛洛赶紧抱起杨金, 让他上了马, 紧接着又抱下来, 梅朵黑摇晃着硕大的凹头, 立刻不扑不叫了, 梅朵说, 他是梅朵红的哥哥, 我把手伸向梅朵黑的头, 挠了挠批分的黑帽说, 你想梅朵红了吧, 桑姐迈着骑马骑出的螺圈腿, 快步过来迎接我们, 他敬重父亲, 把帽子脱下来, 塞进胸兜, 然后屈膝, 拱腰, 两手平伸, 你好你好, 父亲大声说, 桑姐了, 见外了, 走过去抱住他, 用自己的脸贴了贴他的脸, 回头对我说, 这是挚爱亲朋见面的礼, 然后向其他人一一问好, 梅朵拉起我, 叫着阿爸来到桑姐面前, 桑姐张开双臂抱住我们, 先吻了我, 再吻了他, 之后梅朵叫一声阿妈, 拉我跑向了着马, 卓马同样吻了我们, 再跑向望母, 望母也吻了我们, 最后我们来到索南跟前, 梅朵生气地说, 哥哥啦, 为什么不把高皮帽子送到学校去, 害得我们差点喂狼, 索南嘿嘿笑着, 你去看看羊圈里的羊羔就知道了, 没有一个死掉的, 杨精看上去稳重些, 也矜持些, 笑吟吟地问候着姐夫桑姐和姐姐卓马, 又向嫂嫂望母行的贴面里, 从对方胸兜里取出朴斥, 抱在怀里, 轻得几下, 这才向大家介绍洛洛, 洛洛憨笑着, 向所有人问好, 看曾经的同学朝自己走来, 别说, 索南啦, 做一个能照顾羊羔的牧人, 会很幸福吧, 辛苦啦, 索南说, 看着羊羔生下来, 一个个抱进帐房取暖, 又一个个抱, 还给母羊吃奶, 的确是幸福的, 但一想到母羊和羊羔一只也不是自家的, 又不幸福啦, 洛洛说, 公社的牛羊, 家里的吃喝, 肚子不饿就应该知足啦, 哦呀, 说得也是, 这时, 尼玛打着哈欠, 揉着眼睛从帐房出来,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杨精惊喜地叫一声哥哥啦, 把朴斥还给旺母, 走过去抱住了尼玛, 又问, 阿爸呢, 梅朵丢下我跑了过去, 杨精快走开, 尼玛哥哥还要抱我呢, 杨精转过来, 瞠怒着脸说, 你为什么叫我杨精, 你应该叫我姨妈, 梅朵说, 我是你的同学, 同学都叫你杨精, 我为什么不能叫, 你不叫姨妈, 我就不把尼玛哥哥让给你, 梅朵鼻子一搓, 哇地哭了, 杨精哈哈大笑, 好了好了, 就知道哭, 将杨精笑话你呢, 尼玛哥哥是你的啦, 梅朵笑了, 谁哭啦, 连哭和笑都分不清, 还是姨妈, 说着扑到尼玛怀里, 尼玛抱着梅朵说, 你不能叫我哥哥, 我是你叔叔, 为什么, 我是你啄妈妈的哥哥, 不是你的叔叔是什么, 我不管, 叔叔太老了, 父亲快步走进帐房, 没看到脚巴, 又出来问, 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尼玛朝父亲深深地弯了弯腰, 扎西得乐, 今天上午回来, 明天就要走, 脚巴啦, 怎么样啦, 快好啦, 快好啦, 已经出院了, 现在住在家里, 再换几次药就能回来了, 他又说, 脚巴打发他回草原取些食物, 葬礼新年和汉族的春节错不了几天, 可城市的供应已经坏得不能再坏, 不取些酥油和牛羊肉, 老爷姥姥以及姐姐, 值母亲, 等年就没法过了, 父亲提到才让的病, 尼玛说, 早就从医院出来了, 但姐姐说还没有好利索, 父亲说, 这个我知道, 家里来信说了, 你就说才让高兴不高兴, 高兴, 怎么会不高兴呢, 老爷姥姥姐姐, 对才让比对江阳还要好, 我来时姐姐说, 要是才让一时半会儿回不了草原, 就应该在西宁上学, 对着礼, 人一是吃肚子, 二是学知识, 你去了跟你姐姐说, 要上快点上, 千万别耽误, 哦呀, 尼玛又问起阿妈江毛去保育院的事, 遗憾地望着远方说, 阿妈啦, 这次回来没见着你, 你可好, 说吧, 便去给洛洛打招呼, 然后来到我跟前, 用家里人的口气说, 杨阳你胖了, 老爷, 姥姥, 姐姐, 才让都很想你, 我还琢磨, 要是见不上你一面, 回到西宁, 怎么给他们交代, 梅朵在一旁说, 他现在叫江阳, 江阳, 杨阳, 差不多嘛, 皮袍也穿上了, 好看得很嘛, 又笑道, 强巴笑长了, 你是不是和阿爸商量好了, 要用江阳换才让, 父亲也笑了, 哦呀, 虽然没商量, 但交换已经是事实了, 尽管角巴不在家, 角巴的妻子江毛, 也去了保育院照顾孩子们, 但这个木家的生活, 依然安排得津津有条, 后天就是新年, 过年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门口用着石粉画上的万字符, 帐房的质感上, 挂起了蓝白红绿黄的五色齐帆, 门边搭着几条洁白的哈达, 炉灶上用白灰画上了吉祥的蝎字符, 想堂前的公养, 由平时的一碗净水, 变成了三碗净水, 还献上了奶疙瘩做的丝子, 炉灶边的毡铺上, 摆着今天才出锅的手抓牛羊肉, 煮好后放在一只桃罐里的绝马, 用皮盘盛着的曲拉和奶疙瘩, 门边阴冷的地方, 放着一小桶酸奶和几个装的酥油的羊补, 总之, 今年这个年成里该有的都有了, 晚上, 全家人和客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吃饭, 卓马说, 要是有点簪巴就好了, 往年都是有的, 尼马说, 阿泽泽, 你们是高山不当高山, 神水不当神水, 做了羊毛卡垫还说屁股腾里, 你们到西宁看看去, 除了有医院有学校, 哪样有草原好, 人一个个面黄鸡瘦的, 哪像你们, 胖子变成了大胖子, 红脸蛋变成了紫脸蛋, 旺母心疼地望着丈夫说, 你多吃血, 都瘦得能看见泪巴骨啦, 梅朵说, 哥哥的泪巴骨我怎么看不见, 卓马说, 你当然看不见, 尼马捏着梅朵的鼻子说, 叫叔叔, 不准你叫哥哥, 不叫, 那我让江阳叫, 江阳快叫我叔叔, 我正要叫尼马叔叔, 梅朵扑过来, 用手堵住了我的嘴, 我不明白, 为什么尼马要特意让我叫, 而梅朵却不让我叫, 吃了晚饭, 父亲就要走, 杨金说, 老实了, 你不是说要在我家住一晚上吗, 父亲说, 我突然想, 应该去一趟阿尼穷共, 梅朵说, 强巴巴啦, 你骗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梅朵唱起来, 所有人都唱起来, 大家唱着歌, 送走了父亲, 在我梦里的高山上, 过着吉祥新年, 在我眼前的帐篷里, 是亲人的笑脸, 全家人都回来了, 奶奶摆上年夜饭, 新科酒, 酥油茶, 躺三八, 油绝麻, 客人要来了, 爷爷让出如意的卡垫, 客人要走了, 阿爸端起祝福的酒碗, 父亲骑着日卡, 用最快的速度连夜去了阿尼穷共, 半夜到达, 没有去南乡房打扰王室, 而是去职业人那里打听官, 却家阿尼睡在哪里, 然后来到多个阿卡合住一起的集体经社, 从地毡上叫醒了他, 几分钟后, 他们出现在经社和祭坛之间的永道上, 官却家阿尼打着哈欠说, 白天念礼天经, 瞌睡得很, 明天去不行吗? 父亲说, 你是个鼎鼎好的人, 我才来找你的, 最好现在就走, 走就走, 公家人的话我敢不听, 他把提在手里的一双烂靴子穿在脚上, 踢他踢他朝前走去, 父亲问, 你的马呢? 官却家阿尼嘿嘿一笑, 我以为你忘了那匹马, 不敢骑, 骑了害怕你想起来要回去, 我没忘, 但也不想要回去, 以后你不要再给人说是, 我当副县长是借给你的, 万一现在的县长要你还回去呢? 官却家阿尼哦呀着, 去马就牵来了马, 两个人朝着保育院奔驰而去, 早晨的阳光以最新鲜的锋芒穿透了草原大地, 风是忽东忽西的, 清凉中带着刺骨的尖锐, 茫茫的群山在左边, 清晰的旷野在右边, 乾牢的不惧严寒的鹰潇洒地盘旋着, 连带着整个天空都潇洒起来, 没有人烟的寂寞里, 飘带式的地平线上, 突然出现了保育院的姿影, 看着就温暖美好的两顶大帐房, 就像坚实而古老的堡垒, 父亲和官却驾阿尼池马过去, 停在姜毛的小小帐房前, 没见到姜毛, 就下马走进了牛粪墙, 姜毛正从一顶大帐房出来, 提着一只成奶的木桶, 朝栓着毛母牛的墙角走去, 一些孩子跟着他, 他边走边说, 说的是一个神话, 山神的女儿就从山上下来了, 到处寻找年轻的猎人, 有一天他来到沁多河边, 转脸看到了父亲, 赶紧拐了过来, 父亲迎上去说, 孩子们的奶奶了, 明天就是新年了, 扎西得乐, 姜毛满脸都是笑, 也用扎西得乐回应着, 官却驾阿尼说, 你这个奶奶, 太幸运太吉祥, 被公家人惦记着, 还要我来给你祈福, 你说说, 需要什么福, 姜毛说, 一宝平安无灾, 二宝财富多多, 三宝子孙不断, 这样的经我去年念过, 念一次宝十年, 今年要给你念一本新经理, 哦呀哦呀, 尊贵的官却驾阿尼, 那就快念吧, 我念的是奶奶回家过年经, 有这样的经, 没听说过呗, 有理有理, 然后便一扬顿挫地念起了 阿玛娜巴米奥, 念了一会儿说, 好了, 你现在该走了, 父亲说, 你马回来了, 今天就要走, 你现在回去, 不知道能不能碰上, 他说, 脚扒了好着礼, 也快回来了, 这些日子奶奶辛苦了, 得回家好好过个新年了, 姜毛扭头看看, 跟过来的孩子说, 我怎么能回去, 这些羊羔牛犊离不了我, 父亲说, 我把官却驾阿尼请来了, 有他守在这里, 你就放心去吧, 过了十五再来, 官却驾阿尼拍着胸脯说, 去吧, 去吧,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在这里, 只能比你好, 不能比你坏, 姜毛说, 可是官却驾阿尼了, 守在保育院光盘腿, 坐着是不行的, 火灭了, 孩子们要受冻, 不做饭, 孩子们要挨饿, 保育院虽说有老师, 但他们不会挤奶, 不会放牛, 也不会杯水, 还有狼, 昨天晚上我又听到狼嚎了, 当粥不吭声, 我知道他想悄悄的, 等狼来了一口咬死, 但要是狼来得太多呢, 要是孩子们跑出去呢, 官却驾阿尼满不在乎的说, 我有力气, 放牛被水不算什么, 我还有法力, 只有狼怕我的, 没有我怕狼的, 父亲说, 奶奶了, 脚巴还在西宁, 你要是不回家, 过新年的家里, 就没有长辈了, 后辈们就高兴不起来了, 官却驾阿尼说, 没有长辈的新年不吉祥, 赶紧回去吧, 两个人说服着, 这时来了梁辉院长, 也说姜毛应该回家, 好好休息几天, 姜毛这才把手里的木桶, 交给了官却家, 又把所有要干的活和狼, 再次续到了一边, 朝自己的小小帐房走去, 突然意识到, 小小帐房里, 也没什么可牵挂的, 就又拐向了牛粉墙边自己的马, 那匹灰色的老客马, 校长说, 大家送送奶奶, 孩子们跟着他走到了牛粉墙外面, 姜毛停下说, 我说不要走出牛粉墙, 你们怎么走出来了, 进去, 快进去, 孩子们赶快退回到墙内, 校长说, 给奶奶唱首歌, 孩子们便唱起来, 开始是有人唱这个, 有人唱那个, 渐渐就统一了, 是一首姜毛交给他们的斗狼歌, 灰狼来了干什么, 灰狼来了拿石头, 黄狼来了干什么, 黄狼来了拿木头, 白狼来了干什么, 白狼来了拿斧头, 土狼来了干什么, 土狼来了告诉贾穆萨, 文成公主告诉贾穆萨干什么, 把灰狼, 黄狼, 白狼, 土狼赶出草原去, 父亲陪伴着姜毛, 一路上跟他拉着家长, 一直送他到家, 尼玛已经走了, 他遗憾地愣了半天才说话, 一说话就笑了, 新年就要到了, 全家人包括梅朵黑, 都在欢迎姜毛归来, 人人说着扎西得乐, 喜庆啊, 二, 父亲一回到学校, 就开始给木马厂来的五个学生补课, 留在学校的孤儿没事干, 父亲便给他们开小灶, 讲新的内容, 又骑着日嘎抱着达娃去了两趟阿尼穷贡, 拿回一些内服外服的草药给他熬煮, 日子很快过去了, 就要开学的时候, 桑杰把我和梅朵, 洛洛和秧金送回了学校, 告诉父亲, 脚巴和尼玛昨天回来了, 脚巴啦怎么样, 好的很, 骑马走路都跟从前是一个样子的, 太好了, 我得去看看他, 桑杰说, 也得让姜毛阿妈回去一趟, 父亲叮嘱洛洛和秧金管好学校, 自己和桑杰骑马朝保育院走去, 远远看到官雀加阿尼正在把保育院的几头, 毛母牛炒枯草茂密的低洼处赶去, 父亲便吃惊地一了一声, 官雀加阿尼也看到了父亲和桑杰大步走来, 桑杰赶紧下马, 公邀敬礼, 官雀加板着面孔, 怨气冲天地说, 强霸校长了, 公家人了, 说话是要算数的, 不是说好十五过了就换我回去吗, 怎么还不来换, 孩子们把我拴在这里, 我连马都不如了, 马还能站着睡觉, 我连站的时间都没有, 我累了, 一有空就想躺下, 一躺下就睡着了, 什么牵挂也没有了, 我成了一个不会祈福的阿尼, 香萨主任知道了会怎么说, 他会说快快快, 脱下这身擅心人的衣裳放牛去, 父亲跳下马说, 是你喜欢保育院不愿意离开了吧, 我虽然喜欢这里, 但不喜欢太累, 只要公家人发话, 我现在就走, 你别走, 孩子们的姜毛奶奶呢, 官雀家一脸懵懂, 我问的也是姜毛奶奶呢, 怎么还不来, 父亲看看桑姐, 桑姐说, 来了呀, 我家的姜妈妈出事就来了, 她说, 官雀家阿尼再有法力, 也是男人, 挤奶, 杯水, 做饭, 我不放心, 父亲愣正着, 桑姐了, 你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 桑姐说, 哦呀, 我不开玩笑, 父亲说, 官雀家阿尼拉,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 快说姜毛奶奶在哪里, 官雀家说, 雪山大地在上, 我要是见过姜毛奶奶, 舌头今天就烂掉, 父亲惊叫一声, 阿泽泽, 官雀家问, 怎么了, 怎么了, 父亲问桑姐,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桑姐朝天喊一声, 阿妈啦, 又说, 今年的新年晚到了, 杨群的春高, 从初二开始就抢着出生, 家里, 就我和索南是男人, 姜毛阿妈死活不让送, 父亲说, 不是还有洛洛吗, 桑姐说, 杨精带着洛洛, 梅朵带着江阳, 去了一趟阿尼穷贡, 初三就走了, 父亲又是一声惊叫, 阿泽泽, 姜毛依然骑着那匹灰克马, 一个人从家走向了保育院, 灰克马虽然老了, 但他是试图的, 就是跑不快而已, 但要命的恐怕就是这跑不快, 父亲骑着日嘎奔驰而去, 跑到了脚巴家, 没赶进帐房, 又跑了回来, 来回跑了几趟, 最后还是带上保育院的当周, 和学校的梅朵红厚, 才在雪山脚下, 一个浅浅的沟壑里, 找到了姜毛和灰克马, 姜毛和灰克马, 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只剩下骨架了, 还有可以辨识的, 被撕烂的皮袍, 帽子, 靴子, 暗间, 马都戴什么的, 狼群的痕迹清晰可见, 爪印和皮毛, 是姜毛扯下来的, 还是挥克马踢下来的, 父亲一个多星期, 没赶见脚巴, 桑杰回到家里, 也是躲躲闪闪, 只管在牲畜群里忙啊忙, 不得不告诉绝巴的这天, 父亲来到他家, 远远地下马, 走着走着, 便扑通一声跪下了, 他想说是, 他让桑杰派姜毛去了保育院, 又是他让姜毛离开学校回家过年的, 结果就这样了, 还想说, 脚巴为了保育院差一点死掉, 姜毛为了保育院连差一点也没有了, 真的就去了, 远远地去了, 脚巴听到眉朵黑的叫声后, 从帐房里出来, 吃惊地说, 强疤了, 怎么了, 骑马骑累了吗, 走不动路了吗, 快走快走, 跟我去一趟阿尼穷共, 我家里有不好的事了, 说着走向了早已被好安监的坐骑, 父亲起来, 跑上前问道, 什么不好的事, 等一会儿再说, 先骑上马, 父亲说, 现在就走吗, 总得让我进去喝碗酥油茶吧, 不喝了, 不喝了, 烧茶的人没有了, 路上, 脚巴神秘地告诉父亲, 这件事对我不好, 对姜毛好, 好的很, 姜毛很早以前对我说, 他前世是一只老虎, 咬死过许多狼, 今生是要还账的, 还了账, 来时他就是人堆里的尖子, 还不了账, 来时他就是一只准备喂狼的羊, 如今他还上了, 他已经叫狼吃掉了, 你说是不是好的很, 对我妈当然不好, 新人走了, 总是要悲伤的, 几个月没见了, 回来就再也见不上了, 不过一想到姜毛的好, 我的不好就不算什么了, 父亲的眼泪哗啦啦的, 原来脚巴已经知道了, 还挖空心思想好了安慰他的办法, 脚巴,脚巴, 后来父亲听说, 知道妻子过世后, 脚巴彻夜哭泣, 已经好些日子了, 还有件事, 父亲也是后来才知道, 捉马流产啦, 为了阿妈的驱使他悲痛欲绝, 把肚子里的孩子哭掉了, 怪不得脚巴没请他进去喝酥油茶, 还说烧茶的人没有啦, 流产是不吉祥的, 七天之内必须回避所有的外人, 父亲虽然不是外人, 但绝巴总觉得自己只可以给人愉悦, 不能让人家分担灾难和忧愁, 像父亲这样的人还是少接近晦气比较好, 两个人来到阿尼穷共, 先去找湘洒主任, 想请主任给妻子做法超度, 主任连连摇头, 沉默了半上才说, 误转星移, 事事变迁, 人的跟着变化走, 变化不能跟着人走, 这个时节, 阿尼穷共的人放牧的放牧种田的种田, 待在这里修行的已经不多了, 那亲人去世了怎么办, 念一声祈福真言, 说一声扎席得乐, 这样恐怕不行吧, 亡灵能有个好去处, 再要是不肯, 就把这个烧掉, 主任说着, 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达长条经文给了他, 这是度亡经, 烧一页等于超度了一天一夜, 你看看, 我给你了几页, 脚巴数了数, 一共五十页, 阿泽泽有这么多田术为姜毛超度, 够了, 够了, 主任了, 不麻烦你了, 好好保重的药理, 扎西得乐, 说吧, 跪下磕了几个头, 人离开的时候, 磕头的地方一片黑湿, 父亲看到了, 心说大概有一斤吧, 一斤眼泪能拘起鸡棚, 之后, 父亲让脚巴在阿尼穷共的巷子里等着, 自己去南乡房间盲食, 话题自然是脚巴, 他倾尽财力建起保育院, 并为此受伤, 几乎掉命, 如今妻子又死了, 也是为了保育院, 这样的人, 阶级成分难道不能变一下吗? 家里的主人已经是丧杰了, 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墓, 脚巴就是个家属, 他墓主的成分我看就抹掉算了, 王氏说, 这件事我还是得给李志强说, 保育院是他主张搬到我们亲多的, 是电话还是写信, 你抓紧说, 我走了, 大概要挥一趟西宁了, 到了西宁, 你也可以找找李志强, 他对你印象很好, 哦呀, 你先说, 我后找, 我们做事可以对不起家里人, 但不能对不起脚巴, 父亲叹息着走了出来, 回去的路上父亲说, 以我的办法, 不一定要惊动香萨主任, 我去给关雀佳妮说一声, 让他去家里超度一下, 再把五十夜度王金烧掉, 奶奶的去处就妥妥贴贴了, 脚巴瞪着父亲, 这样可以吗? 突然又叹口气, 还是听香萨主任的, 你就不用管了, 父亲回到学校, 忙头教了几天学, 然后便到脚巴家, 确定去西宁的时间, 桑姐也是等着的, 他没有忘记父亲的许诺, 脚巴回来后, 带他去看才让, 又准备了两天, 父亲这边主要是给学生布置作业, 叮嘱遵守思想, 找每个学生谈话, 尤其是对洛洛和央金, 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不在你们就是老师, 要严格起来, 不管他是谁, 是江阳还是梅朵, 绝对不能再出一点,